整个过程似乎没有那么单纯 为什么这家老人修行中心会突然被强制关闭呢 中间可能跟利益有关 当地居民提出他们的看法 这是因为捷运环状线会经过 也就是说地价会大涨 那么现在呢 这块土地公告限值是一平28.5万 但房仲说附近的市场已经成交价是200到300万了 未来捷运通车之后呢 利润至少十倍 也让这块常年废弃的土地由黑翻红 目前各方势力都在抢 新北市中和住宅区内 大树林荫像是座公园 二十多年来都是老人家午后休闲逗留的地方 现在却因为地权问题引发争议 而当地居民的描述呢 三十年来这块地呢 就像现在这样子没人管理 满地都是垃圾跟杂草 不过居民怀疑呢 是最近捷运环状线线的兴起 这块地才会突然受到重视 常年荒芜的地段 突然成了新地主眼中的宝贝 现有土地公告限值一平二十八点五万 总面积算一算地价破五千万 涨幅却大有潜力 原因就在捷运环状线通过附近 地段就在景平站以及秀朗桥站的中央 交通方便大幅带动附近房地价的上涨 土地背后的利润比公告限值高出快十倍 但居民只希望占有一半地权的国有地 能改建成公园 除了赚钱之外 能让在地居民更多生活空间 专门新闻里红山中央展 新北市报道